来讲讲一个叫AUKUS 就是AUKUS这个组织 AUKUS这个组织可以反映 拜登开始在外交上 布林肯似乎是一直一直出现脱脚的情况 国务卿布林很多事片上 他也有话语权的 包括了美国撤出阿富汗上面 包括了阿富汗因为美军受到 高罗山伊斯兰国的袭击 包括袭击平民 所以就要报复 这也可能在布林肯的日程和工作上 当然是比国参谋联席会议更加大的权力 但下了命令后 布林肯是其中一个有份做协调 或者甚至决定的工作 跟着跟民国关系 拜登很强调 跟传统民众建立一个非常依赖的关系 希望可以这样跟中国制衡 去博弈 去压制中国的发展 在G7峰会就表露无谓了 日本、加拿大、欧洲、法国、德国、英国 和美国基本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联盟 而去到旁听的包括日本 包括印度、澳洲、巴西 亦都明显站在一起 但似乎跟着中国和他们之间的博弈 有了深层一些 或者是暗地里的一些沟通 尤其是马克龙 马克龙可以这样说的 政治上是牢头草 马克龙从来没有一个很强烈的政治观 他的政治观基本上哪个形势很挨在哪里 这是马克龙的特色 马克龙表面上是很开放的 任何人他都可以聘请的 不管是什么政治背景 你之前是左、右、中的 反他的、不反他 他都会聘请他做他的部长 但是他就要求表现 让他继续巩固他作为法国总理的位置 一稍微不行他就会放的了 似乎马克龙在G7峰会之后 一个是美国为首的传统盟友的阵营 似乎马克龙和北京之间 可能是过重甚密 而且美国发觉了 英国也发觉了 所以原来澳洲背后 大概在一年之前 已经开始跟英国谈计买核子航母舰 是代替法国本身和澳洲建造的 常规动力的...不是航母舰 是核动力的潜艇 就是代替了法国和澳洲建造十二艘 的常规动力潜艇 因为核潜艇对澳洲来说 可以这么说 对印太的一个势力平衡 是起了很大的障碍 澳洲没办法用很多钱 是去水面舰艇 在水面舰艇方面赢不了 包括日本、包括中国大陆 两支大型的艦艇队 或者大型海军 澳洲是直接没得站的 但是澳洲如果要在印太有话语权 其中一个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用核潜艇 而且不是负责二次打击的战力核潜艇 而是攻击迎核潜艇 澳洲似乎 现在虽然还未公布 他到底会买哪个级别的潜艇 似乎是TRAFREGAR 即是英国的TRAFREGAR级别 是八艘 不是买美国潜艇 而是英国潜艇 而且澳洲指定了 是Rose Royce 做八艘核子潜艇的核反应堆 那核子潜艇将会在澳洲 阿德莱德道去装嵌 而且会去制造 究竟核反应堆在哪里做呢 肯定不是在澳洲 肯定在英国做 不过接着就可能 罗斯莱斯就会调到澳洲做安装 组装 所以整个潜艇就是澳洲国产 但是国产技术就来自英国 主要来自英国TRAFREGAR级别的核潜艇 攻击型潜艇 而美国可能是支援 而核反应堆的技术就来自 罗斯莱斯 由Rose Royce 去供应核反应堆 潜艇用的核反应堆 给八艘TRAFREGAR级别的攻击型核潜艇 有了这个核潜艇 因为潜水 就是说它可以留在水底 超过半年 你看它如何运作 当然它不断巡航 留在海底的时间会短了 它基本上是静音 可以这么说 完全找不到它 它只要留在海底 因为它一出了母港 基本上很难再追踪到它的位置 而它就会潜伏在海底 尤其是太平洋深海地方 成为解放军舰艇 甚至其他国家舰艇 一个非常隐蔽的攻击能力 这个对解放军来说 可以有效地制寒解放军 现在水面舰艇的优势 现在水面舰艇的优势 已经足够有能力击毁八艘艇 即是说它只要射一次导弹 就已经可以击毁八艘艇 接着换完导弹 它再躲起 再在司机伏击 其实是非常有效的 澳洲、英国、美国 就像AUKUS AUKUS这个联盟 为什么会崩了法国出来呢? 很大机会就是马克龙 在接着这七峰会之后 他发觉自己拿不到什么利益 马克龙也面对着大选 马克龙很明显很大机会 下届大选就输了 他为了让自己可以壮大 可能他因为这样 是跟北京有秘密的谈判 是帮助北京跟欧洲改善的关系 也可能帮助法国马克龙 在经济上有一些条件去继续当选 可能因为这样 因为英国和美国看到的 尤其是英国和法国是死敌 英国发觉德国的三个关系 是互相订争的 三个都是恶性竞争的 德国、法国、英国 而法国现在正在大选中 所以根本就不知道谁会赢 现在很大机会是前财上会赢 不是六党赢 前财上会赢可能形势又不同了 谁赢未知德国暂时不需要 放在形势上的讨论里面 反而法国似乎 所以美国和英国奔走法国 不让法国跟澳洲做潜艇 为什么呢? 如果法国真的跟中国一起 法国如果跟澳洲做潜艇 潜艇的通讯 潜艇所有的运作数据 甚至潜艇的位置 可能都会在法国的掌握当中 如果法国将一个潜艇的位置 告诉一些敌对势力 包括中国也好 包括俄罗斯也好 那这些潜艇就会很容易成为裂物的 那就是说呢 他不让法国做的原因 都似乎是出于这个原因 英美澳似乎是更紧密的一个关系 你也反映到 就算拜登现在走了大概九个月 他在外交上开始出现决裂 那决裂在于 就是他把法国奔走 其实法国可能自己 一早就说了拜拜 就是不太同意和中国博弈的态度 那这个似乎的形势 拜登包括中美博弈 包括国际的一个形势 似乎有所改变 英美澳联盟反映到 就不是突而其来 跟法国反面 也不是通知了法国 而是根本就是不信法国 这个似乎是一个形势 形势上的判断 好了 那接着就是 刚才一旦出去 所以没有了留言 所以今天就讨论不了留言 那不如就是 现在9点31分 刚刚股市开始了 不如我们看看 恒大系的表现好不好 那就是今天股市 就是下跌的 跌得很显著 恒大系 看一看恒大系 赌博股又跌了 也是脚弯的 那先看看恒大系 再滚下去 恒大就是 中国恒大跌了9.45% 那就是2.3% 现在在做2.3% 恒大物业是4% 就是4.41% 恒大汽车站稳在3元 那就是升了0.6% 恒大系再跌了 再暴跌了 恒大再跌了4% 现在在做最新是2.44% 那就是... 咦? 又上了一点了 真的 立刻弹了 本来是2.3% 现在本来是9% 现在最新报价跌了4% 就是2.44% 那就是看看今天恒大会不会多消息了 那就是4分钟 1% 2% 2% 1%